Three of Cups 這個信仰故事是桃園三結役 然後代表團體適合一同玩樂交流 拉近彼此距離 或是在辛勞後一同慶功 你會發現我們現在這邊剛好三個人 然後我們等下說錄完要去吃壽司 這樣是不是有點準 今天的最後面有大家期待的抽獎時間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並且要開啟CC字幕喔 折折開箱 我自己是一個本來不相信算命 但是近幾年越來越相信的人 因為我發現 不管是像以前用補掛的方式 然後可能會覺得說那不就是一個機率 或是怎麼樣 可是後來發現說確實有它準的地方 所以慢慢慢慢的對於像什麼塔羅牌 星座之類的東西 會覺得說不是說沒有它的道理 有時候如果你真的是跟它的頻率對的時候 然後你真的真心相信它的時候 它確實是可以帶來給你一些啟示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神塔羅 它是一個融合了西方塔羅牌的系統 以及台灣的一些民俗信仰的元素 東西方合璧塔羅牌的套組 你可以在這上面不只是解決你的一些煩惱問題 那同時你可以在上面認識很多台灣民俗信仰 比如說佛教、道教甚至原住民的信仰 認識這些故事 你也會變成一個對台灣的文化有更多了解的人 所以我覺得它不只是一個 真的是你有困擾的時候才需要使用到它 你平常還可以把它拿來當成一個休閒消遣的一個小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神塔羅裡頭有什麼樣的卡牌 其實我覺得是西方的東西跟台灣的東西合在一起 某種程度上會跑出很多奇妙的 而且有時候搞不好還會比原本的版本還要更準 魔術師 它其實上面是寫英文 其實我覺得它的美術我還蠻喜歡的耶 它的用色以及它的畫風 它有一個蠻整體的一致性 所以看起來是還蠻舒服的 台灣藍雀 它的那個卡面啊 用的那個材質我覺得也不錯 它有一定的硬度 有一定的棒數 它也沒有到很厚 可是至少它不會是就是軟趴趴 另外還有一個是 他們現在因為已經幾支突破50萬 所以有做一個解鎖 是這個神塔羅的虎爺平安卡 上面有燙金的字樣 這個虎爺 然後背面寫著 平安喜悅自在富足 就如果你有買的話 記得要把它收好 我們今天有獲得了一些指示 就是因為我們平常比較沒有在做塔羅牌的這個算命 他們有介紹我們幾種就是基本的玩法 你就可以像日曆一樣 每天抽一張 比如說你今天出門之前 那你就抽一張 看說今天這個宇宙給了你什麼樣的暗示 你可能要注意一些什麼事情 有什麼事情可能會發生 或是你自己心裡面要小心的 或是特別留意的 搞不好是 不要錯過美好的東西也不一定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因為它的背面排面都一樣 那就洗一下 來抽一張 雖然今天已經快要結束了 還沒吃飯 等下去看一下說吃飯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或是我回家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3 of cups 三個杯子耶 這個是他們暫時給我們參考的一些說明 但到時候它其實是會有一個說明書的 它光是聖杯就有超級多個 就是8 of cups 然後2 of cups 3 of cups 就超級多種不同的聖杯 就是聖杯1到聖杯10 然後還有聖杯隨從聖杯騎士聖杯皇后跟聖杯國王 所以光是聖杯它就有14張 我剛剛就在想說奇怪那個塔羅牌不是 裡面的角色也沒有那麼多 為什麼會牌會那麼厚一點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它一個聖杯它就有很多種 那我來看一下我的聖杯3 這個信仰故事是桃園三結義 桃花象徵美好生活 聖杯3代表人際團體的結合 不畏實際利益 而是喜歡在一起相伴的感覺 團體氣氛融洽 更有助於未來成就大事 然後代表團體適合一同玩樂交流 拉近彼此距離 或是在辛勞後一同慶功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現在這邊剛好三個人 然後我們等一下說錄完要去吃壽司 這樣是不是有點準 好像有準喔 所以我跟你們說 有時候你跟台灣的那個融合不見得不準 好這是我們今天第一次的嘗試 我覺得目前這個嘗試 感覺還不錯 跟它的那種氛圍好像有搭在一起 未來三個月的形式提醒 抽三張牌 代表說你未來三個月要注意這事情 未來三個月 因為我們現在是九個月 未來三個月就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那我就來看一下我下個月開始到年底 要注意什麼事情 這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你知道什麼叫錦囊廟記嗎 就是你要一個一個看 等到時間到了把它打開看 但因為今天沒有機會 我們先看十月的 你看那個看起來在收割 它手上拿著一些農產品 好 Two of Pentacles 錢壁二 然後它的故事是神農事 神農藏百草 神農事又稱炎帝跟五穀王 它到時候說明書裡面 其實就會有這些神明的故事 或者是一些背景 所以你可以順便認識很多的神明 或者是一些民俗的故事 神農事是農業之神 也是草藥之神 所以它跟現代人一樣 需要斜槓的堅固 那錢壁的心無旁駕 遇到代表平衡的二 表示說你需要評估各種因素 然後取捨 找到真正對你的計畫有所幫助的東西 才能讓計畫逐步的走在軌道上 思考跟回應的速度不快 但是對於能夠帶來實際成績的可能性 還是保持開放的態度 關鍵字是平衡工作與生活 兼顧正職與副業多方應對 我覺得還蠻準的 因為我一直想說我下個月要出國晚 終於可以出國 平衡工作與生活就是告訴我 下個月一定要出國晚 我覺得是這個意思 自己亂解釋 兼顧正職與副業 我在想我們現在在拍開箱的圖文 到底算不算我的副業 那好累耶 你知道嗎 也許告訴我是說 我下一個月要開始接一些業配 對不對 額外賺一些外塊 多方應對 斜港 我現在就是兼顧在顧問業 跟那個媒體業這樣子 有準到目前為止 再來我們看一下11月的命運 Ace of Cups 又是聖杯 然後現在是聖杯儀 那個觀世音菩薩的那個瓶子 瓶中甘露長片灑瘦 內陽之不祭秋 這就是象徵觀衣菩薩對眾生的慈悲大愛 無私奉獻 聖杯儀象徵情感最純粹的狀態 自然流動 沒有參和不純粹的意圖 所以代表一個滿足又療癒的心靈狀態 然後有著源源不絕的內心力量 可以真心的對待他人 並且對人付出關懷跟關愛 要小心不要付出過頭 將自己燃燒殆盡 基本上我這個人的付出 一向是非常有限度的 我絕對不會就是對別人付出到燃燒自己 然後導致那個 我絕對是一個以自己為優先的人 可是他可能是在提醒我說 比如說我10月出國買太多東西要回來送給大家 他告訴我說不要買太多 就是你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不要把行李箱塞到滿這樣 也許到時候會遇到一些像這樣的狀況 你就知道說 遇到一個莫名其妙讓你想要無私奉獻的人 或者是一隻貓 對不對 之類的 你就會知道說不行 顧好自己還是比較重要 你的瓶子要滿出來以後 你才有資格去灌溉他人 不要說你自己的瓶子都還沒有滿 就是急於奉獻你的大愛 12月 8個圈圈的信仰故事是七星娘娘 為什麼七星娘娘是八個圈圈 七星娘娘是天上的七位仙女 還有另外一個說法是天地的第七個女兒 就是織女 他們是擅長編織的 那也是16歲的小孩以前的守護士 八是一個行動的數字 碰上這個錢幣我們剛剛有講嘛 錢幣是一個務實的象徵 所以 錢幣八表示高度專注於精進工作技能 雕琢細節 如同巧手將心的七星娘娘 打磨自己的能力累積作品 扎實的能力加看得見的成績 都會讓錢幣八的實力為人所幸 進而為未來奠定下名利雙收的基礎 所以關鍵是精益求精跟自律嚴謹 將心獨運 意思是說你12月開始可能要上進一點 然後盡量的強化自己的工作能力 然後有機會可以遇到更好的 比如說名利雙收的 累積下這樣的基礎 其實我發現它這個神塔羅的牌面的說明 算是我們開箱過或是我看過的 類似像這樣的塔羅牌面 它的建議算是很具體的一個 你不會看到說覺得好像非常的魔人兩可 不知道它到底是在講什麼意思 它給的建議其實非常非常的具體 而且真的每一張牌面都不太一樣 不會說好像翻來翻去 又覺得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這蠻適合就是說 你真正需要一些你想要得到比較具體 跟有建設性的建議的人 我覺得它寫的算是不錯 未來三個月的命運我就收下啦 我會記得的 我會再來驗證說它有沒有很準確 但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還不錯 至少沒有到那種很歪樓的 本月適合到哪一間廟去走走呢 抽一張牌看看 這個月份適合跟哪一位神明聯繫感情到廟裡走走 但是如果你抽到是原住民信仰的牌 你就是以牌一堆引用虔誠的心 來對待身邊的動植物 然後不要浪費食物或資源 或者是以同理心來對待身邊的團體成員 現在就來抽一張牌 來看我比較適合跟哪一個神明培養感情 一、二、三 Nine of Wounds 權杖九 信仰是 蛤? 有應公萬善也 清零時期 台灣瀉鬥平凡 然後瀉鬥死亡的無名的羅漢腳 會集中被祭拜 變成有應公跟萬善也 先民們的心情就如同權杖九 就算受傷疲累也是繼續忍耐 為保家園而戰 哇!身經百戰 然後後繼無力 還好那個不是我剛剛的命運 這個是他告訴我說 可以跟這些神明培養感情這樣 權杖九 會不惜代價咬牙堅持 捍衛想要保護的人事物 鮮明的堅忍的韌性 這個結果我真的長知識了 我本來真的是不知道 其實應該有吧 應該就是很多地方的廟應該都會有像這樣子 只是我們以前可能都沒有注意到對不對 這就算是一個收穫 也許我下次經過一些廟的時候 可以去注意說 裡面有沒有像是這樣子的神明在裡頭 就可能可以去特別的質疑一下 這樣玩一輪下來 其實覺得還蠻有收穫的 那它裡面一共有七十八張的牌 可以讓你玩出很多不同的結果 而且你像這樣每三個月 你就可以抽一支下三個月的命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 這次還可以加購一個東西叫做 進化書心精油蠟燭 比如說在抽塔羅牌牌面的時候 有一種冥想氣氛很好的那種感覺 給你一點就是守護的力量 然後它其實包裝我覺得也非常的漂亮 透明霧面的這種瓶身 然後搭配一張很漂亮的這個封紙在上面 然後上面有這個木頭的瓶蓋 那我們把它打開來這個點燃一下好了 天啊它的味道好特別喔 我突然覺得對這個蠟燭蠻有興趣的 因為你看第一個它很漂亮 它上面的做的很像蛋糕 胡蘿蔔蛋糕或是什麼奶油蛋糕 上面的樣子 然後它聞起來啊 有點像食物 然後有點辛香料的味道 可是又有木質雕 是蠻有層次的味道 哇喔 我聞了整個精神都來了耶 裡面有白水晶蜜如聖木 然後有肉桂、月桂葉、豆蔻丁香 還有乾薑 對它有那種很像辛香料類似的味道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是有淑微草附芳跟乳香 薰衣草、雪松跟妍蘭草 他們是就是跟專業的團隊合作製作 所以我覺得很酷 然後是使用天然的大豆拉跟植萃精 哇 很漂亮耶真的好像蛋糕 好像小蛋糕 溫暖 現在已經要入秋了 感覺看得特別溫馨 然後你可以同時就是沉浸在那個塔羅的世界裡面 順便來幫那個觀眾 各位觀眾算一下你們接下來的命運 我來抽一張 代表看到這部影片的人接下來的命運 我來用比較輕柔的聲音 來跟大家分享你們接下來會遇到的事情是 看起來的話 你們接下來會遇到的命運的挑戰呢 會是這個寶劍隨從 你知道這上面寫什麼嗎 它寫說它是雞童耶 所以各位觀眾你們接下來遇到的就是雞童喔 信徒呢可以透過抽籤跟擲筊來聽取神意 也可以藉由雞童來代言 所以雞童呢是人跟神之間的信差 擔任的傳遞消息跟收集資訊的角色 那寶劍隨從你的觀察力好又善於應變 到處學習新的事物 那所以它是一個善變的 表示說你的專注力跟意志力不持久 加上沒有培養出獨立的思考體系 所以容易學而不驚 但是仍然無法掩飾你的充飲機靈 所以關鍵就是風元素跟風向的特質 然後收集情報跟通風暴行 意思說你這個太善變了 沒有辦法專精在同一個領域太久 然後會學而不驚 這是各位觀眾你們接下來要留意的事情喔 請各位觀眾要自己做一個警惕喔 有欸有一點點那個味道出來 那個開始香料的味道出來 因為我覺得它蠻有層次的 就是你一剛開始聞就覺得說 嗯?都是食物香料味 可是後面又開始有一些精油味啊 植物味道又出來 然後有一點點涼涼的那種感覺 好喜歡這個蠟燭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買 如果你要買來送人 我覺得也非常適合 接下來呢介紹另一個是他們這次 可以讓大家加購的商品 是他們的這個藝術微噴複製化 很多的博物館美術館也會運用像這樣子的這個技術去做複製化 那其實像這一款我覺得也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近看的話 其實它上面的那個細節的紋路質感也都是蠻不錯的 那其實像它的這個選色以及它的色塊的使用方式 會讓它比較容易就是融入在你各種的居家風格裡面 像這個東西擺在我家裡面我覺得應該也是非常OK 而且它的外面都是一個淺色的木框 所以就是更容易跟各個環境去融合搭配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家裡面有覺得說 房間的牆壁有點單調缺個掛畫 或者是你就是直接把它靠在牆邊 也不見得要掛著 現在也蠻流行這種做法的 我覺得也是不錯 它這次有出三款複製化 這款是A款的神塔羅 蜿蜒的一條道路 然後就象徵是走出你人生的這個康莊大道 那它這次有出三款 那我們今天得到兩款 那這個是直的 它的主題是泛靈信仰 萬物皆有靈 像台灣其實有很多這種萬物皆有靈 或是像日本 他們都是像這樣子的泛靈信仰 在這些信仰裡面 我們學會尊重萬物跟環境共榮共存 這個概念 我覺得其實也蠻漂亮 然後它這個是這種比較 類似像胡桃木的 顏色的這個邊桃 剛剛那種淺木色跟這個深的木色 就是看你們 你要掛的環境空間是什麼樣子 就去選擇比較配的起來 基本上它還蠻百搭的 那不只我們剛剛給大家看的這些 很精緻很好看的這些商品 那他們現在還有在開發 就是像卡牌的袋子 然後還有就是一個虎爺的壓克力鑰匙圈 這些會是在他的集資 如果有在做到更往上的成績的時候 會來解鎖給大家的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一起來支持 然後密切的關注看他們的成績 或是說如果你已經有支持 你把它分享出去給更多的朋友 讓他可以做得更好以後 那我們大家都可以一起拿到很美好的禮物 我覺得那個蠟燭給人一種 就是你講話會變得很輕柔 我現在沒有辦法用我原本的講話方式講 我現在變得很像一個廣播裡面的人 我們今天的開箱呢 就是到現在這個階段 如果說你想要了解更多關於這個神塔羅的資訊的話 我們會把它的連結放在影片底下 可以再去看看說 它裡面還有哪些的神明的介紹啊等等之類的 最後就是我們抽獎時間 我們今天要送出的就是兩組這個神塔羅 給兩位幸運的觀眾 只要是你完成一下兩個步驟 第一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第二是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 嘖嘖開箱 就有機會可以來獲得 一副這個神塔羅的卡牌囉 那你在留言的時候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最近有什麼樣的煩惱啊 需要塔羅牌來為你解惑呢 或者說你覺得我們剛剛這個神塔羅的 展示的過程中有什麼樣的玩法 是你覺得很有趣的 都可以來告訴我們 那所以大家趕快踴躍的留言 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下次再見 掰掰 嘖嘖開箱開粉專囉 現在呢 大家趕快點擊影片下方的連結 進入我們的粉專按讚追蹤 我們會不定期的有新的圖文開箱 並且裡面都會有大家最期待的正獎活動 所以大家趕快追蹤起來